中文字幕——YK 走到最后一公里 还有哪些关卡需要集中功课 又有哪些经验值得探索总结 让发展成果汇集更多百姓 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前进征程上 中国特色脱贫攻坚之路 又为世界扶贫工作提供了怎样的启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 中共厦门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张公正为您解读 时空临距离观点大交锋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两岸之行 我是主持人辛振宇 10月1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在群众游行方阵中 脱贫攻坚踩车的登场 想必让不少奋战在一线的扶贫人热泪盈眶 主题踩车脱贫攻坚 以日历为主题 结合周围的联合收割机 农业大棚 农村公路 新民居等场景 展示了贫困地区脱贫后的新景象 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字样 在巨幅台里中格外醒目 六年时间 八千多万人脱贫 这是中国减贫史上的壮举 这是人类社会难以想象的奇迹 而奇迹发生的背后 是党中央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同志就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 阐明了新时代 我国扶贫开发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内涵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就把贫困人口脱贫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 据全党 全国 全社会之力 采取超常规的举措 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 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部署 亲自挂帅 亲自出征 亲自独占 号召全党 全国 全社会合力攻坚 明确到2020年 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奋斗目标 脱贫军令状 质地有声 不仅是党对贫困人民的负责 更包含着习近平对脱贫工作的深刻认识 习近平曾说 40多年来 我先后在中国县 市 省 中央工作 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花的精力最多 俯身基层 扎实作风 是习近平在脱贫攻坚上的最好助教 2012年12月29日 习近平来到河北复平 专程考察 扶贫开发工作 明确指出 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 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而后的几年里 从黄土高坡到雪域高原 从西北边陲到云贵高原 习近平走遍了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诸多脱贫攻坚的重大决策 在深入实际 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中 一步步形成深化 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有承诺 有壮志 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 一个贫困群众 有方法 有策略 不搞大水漫灌 不搞手榴弹炸跳蚤 阴村 阴妇 阴人失策 对症下药 精准低灌 靶向治疗 有气魄 有担当 致富不致富 关键看干部 不获全胜 不收兵 打赢脱贫攻坚战 解决中华民族绝对贫困问题 实现人民美好生活 还看今朝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的脱贫攻坚工作一直稳扎稳打 2013至2018年 我国连续六年超额完成千万减贫任务 六年来 中国累计减贫 8239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 下降至2018年的1.7% 建档利卡贫困村 由12.8万个减少到2.6万个 截至2018年底 中国有约一半贫困线 80%贫困村 近85%贫困人口已经脱贫 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何以成效显著 成功的经验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请教现场的公正 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我们的减贫脱贫扶贫工作 那么这也彰显了我们习近平总书记 他在地方领导实践 再到我们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的 这样一个意义贯支的这样一个关切 同时这也彰显了我们党 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 把人民作为我们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彰显了我们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本质 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如果说做经验的话 那么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那么第一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也就是说发挥我们集中优势 办大事的这样一个最大的优势 第二就是强化我们的组织保障 也就是夯实我们这样一个脱贫攻坚的 这样一个责任制 那么第三就是凝聚我们全社会 最大的这样一个力量 来去实现我们的脱贫攻坚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脱贫攻坚 不仅仅是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 以及脱贫地区的这样的一个 共同的这样一个责任 它其实是我们全社会的这样一个 共同的责任 来帮助我们的脱贫地区 来共同来脱贫 好的 谢谢公正的解读与分析 那么打赢脱贫攻坚战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 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之举 接下来北京线上的陈平英老师 我们要请教您的就是 在您看来现阶段打赢脱贫攻坚战 面临的最后一关是什么 面对脱贫攻坚决胜期的挑战 我们又应该如何努力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呢 首先刚才理想 最后一关我认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我们必须克服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全民主的 或者说全中国的 最打的一张攻坚战 而这张攻坚战呢 我们不能服于形式 我们叫文山会海 还有呢 我们不能服于那种标语 或者还有一种呢 就数字化的东西 这是协主席8月19号的会议上明确提出的 我认为这是最关键 也就是说增量扶贫 增量减贫 这个责量必须要有个标准 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我想第二步呢 最关键我们要做到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这攻坚战 留下的也就1600亿了 1600万对不起 1600万人 那你怎么办呢 要竞争 这个必须竞争 刚才我认为 刚才讲到协主席说的很对 就是应称应户应现 事实上呢应事 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为什么 今天我们要解决的是最难最难啃的国头 如果我们以一般的大婚或者叫大水满灌这方式已经解决不了了 甚至用移民的方式可能也很难解决 所以我认为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关键 其实提的我非常同一个靶相词料 而靶相料发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书法 也就是说因为他可能是生病而返平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治病 如果他真的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他的工作能力或者生活能力 他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要解决福祉他的问题 也就是最教育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静整就是最关键 而最关键要靶下 那么我认为要坚持 而这个坚持呢是最后一道关 这个坚持最后一道关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 时间留给我们不多 也就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所以我认为针对留下的人 我们必须要精整 我们必须要靶下 必须要最终克服他们的 一个能力的培养 可能是最关键 是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围绕脱贫攻坚 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 确保到2020年 中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如今呢 脱贫攻坚已经到了 最后的冲刺阶段 那么接下来现场的公正 我们说为了如期全面打赢 这一场战役 我们要如何实现 稳定脱贫不返贫 让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道路 能够越走越远 我认为我们还是要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扶贫减减脱贫的 一系列的经验 同时也要结合 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的特征 和时代的要素 来走我们中国特色的 扶贫开发的道路 那么我认为要做到 以下几个坚持 第一个坚持 就是我们要坚持改革创新 因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已经提出了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变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和我国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之间的 这样一个矛盾 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 我想还是今天要用这种改革创新 作为我们的驱动力 以改革创新来去促进我们 来保障 来改善我们的民生 第二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 要坚持这种政府的主导 特别是要发挥 我们党委政府 这种顶层设计 统筹协调 这种稳固推进的 这样的优势 使得提升我们国家 在减贫扶贫的 这样一个国家的动员的能力 能够凝聚我们全社会 共同扶贫 减贫的这样一个共识和责任 那么第三 我想就是我们今天 要统筹推进 我们的减贫扶贫 因为我认为现在 我们的这样一个制贫的原因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不是说单一的就是制贫 所以说我们今天 不能靠这种单一的 治理的办法 来去治理我们的贫困 来去脱贫攻坚 而是更多的 要运用这种综合的手段 要统筹协调推进 来确保我们脱贫攻坚的 这样一个成果 2020大赢脱贫攻坚战目标 近在眼前 在脱贫工作上 我们还有哪些问题 急待解决 又有哪些经验 值得推广呢 稍事休息 我们回来接着聊 70年从隔绝到融合 我们不忘乡愁 70年从传承到创新 我们不忘本来 守护文化更貌 捍卫民族初心 进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夏文卫视 台湾风森 推出专题报道 壮盾70年 奋斗新时代 特别节目 跟骂 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中国脱贫攻坚工作 走到最后一公里 还有哪些关卡 需要集中功课 又有哪些经验 值得探测总结 让发展成果 汇集更多百姓 两岸之行 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两岸之行 70年间 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 中国人从未停止 思考和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不断出台 支持贫困地区 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 为大规模减贫 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方略 国家大幅增加 脱贫攻坚投入 累计新建改建贫困地区 农村公路50多万公里 解决1600多万贫困人口 饮水安全问题 对700多万贫困农户 威房进行改造 对近1000万贫困人口 进行异地扶贫搬迁 完成十多万所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博弱学校改造任务 2522万贫困人口 享受低保政策 长期困扰贫困地区 农民群众的生活难题 得到了较好解决 不仅如此 各地各部门 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举措 推动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不断纵深发展 2018年到2020年 中央财政对深度贫困地区 投入的资金达到2140亿元 由全国工商联推动的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已有7.64万家民营企业 结队帮扶4.88万个 建档立卡贫困村 1000多万贫困人口受益 此外 通过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 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 和电商扶贫 旅游扶贫等新业态迅速发展 贫困地区内生动力 和发展活力明显增强 通过异地扶贫搬迁 退更还林等 贫困地区生态环境 有了明显改善 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与心血 凝聚成一份史无前例的 减贫成绩单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有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 成功脱贫 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末的 97.5% 下降至2018年的1.7% 最近6年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 累计减少8000多万人 每年减贫规模 均超过1200万人 832个贫困线 如今已脱贫摘帽的 有436个 放眼世界 中国更是首个实现联合国 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 70年来 中国累计向 1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援助资金 4000多亿元 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 实施各类援外项目 5000多个 展现了大国责任与担当 习近平曾指出 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更是这场硬仗当中的硬仗 现在离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 越来越近 深度贫困地区 仍然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 那么接下来现场的公证 我们说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都有哪些专门的安排和部署 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深度贫困地区 它的这样一个贫困深度 是比较深的 而且基础条件也差 制贫原因也比较复杂 那么现在就是说 它还和其他的问题 是相互交织在一起 那么2017年9月 我们中办国办 就已经出台了 关于支持我们深度贫困地区 这种脱贫攻坚的 这样一个实施意见 那么今天我们党中央 对于深度贫困地区的 这样一个部署 主要有以下这么几条 第一 还是按照这样一个 中央统筹的原则 那么重点解决我们三区三州的 这样一个深度贫困的问题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中央 要在财政 金融 项目安排等方面 要加大对于我们深度贫困地区 尤其是我们这种三区三州的 这种贫困地区的这样一个投入 那么第二就是按照这种 部门负责的这样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我们中央各部委 要按照各自的这样一个职能 那么在这种民生领域 例如像这种教育 医疗 包括饮水安全等等方面 要提供一系列的 这样一个帮扶和帮助的政策 那么第三就是按照 省区负总责的这样一个原则 那么第四就是强化 我们这样一个组织保障 和这样一个制度保障的 这样一个体系 那么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组织保障 和这样一个体制保障 特别是尤其像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说的 要在脱贫攻坚中 一定要历界我们这样一个形式主义 和官僚主义 要脱真贫 要真脱贫 其实作为脱贫攻击的主要抓手 今年来全国不少地方都在不断地探索 创新产业扶贫模式 打造出产业托贫的新引擎 互联网家 金融扶贫等等 也为脱贫工作助力 那接下来北京线上的陈老师 您如何来看待新技术 新业态 对于脱贫工作的作用 产业扶贫要如何避免单一化 雷同化的形象呢 首先刚才你讲到了就是我们的长青 脱贫 长青可能在全球也是中国一家 最关键的产业扶贫我认为很关键 产业扶贫这大问题我们叫造学 因为造学它是主动的 而我们输学比方说给远州也好 给各种方式它是一种被动的 被动的扶贫往往会反贫 但是如果用产业 那它就是一个造学功能的问题 实际上也就是创造它一种能力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关键 也就是中国的独特方式 也就是一产业扶贫 我认为另一个最大的关键呢 就是新经济的扶贫 新经济刚才你讲到 比方说我们是让这互联网家 这个互联网家我们叫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下农村 这对农民的托贫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倡剧 为什么呢 他们有产品 成立要消费 但是由于没有畅通的渠道 他们就没法托贫 而今天我们能看到 不管是四餐 不管是雍南 不管是贵州 不管是任何地方 包括新疆的 所有的产品都得上市 这个上市通过什么呢 互联网 我认为互联网家 对我们的脱贫 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我认为另一个呢 我认为我们做到一个主动 这个主动我就是造学 就农民也有主动性了 所以我们能看到 比方说他们的商品 居然那么是欢名 他们的商品居然 可以卖这么高的价格 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所以我认为 这种创新的方式 在中国这些世界 都值得推广 所以我比较主张的 还是要产业扶贫 而这个产业当中 互利是关键 所谓互利也就是说 做这个扶贫产业的人 也应该得益 我们叫双赢 甚至要共赢 这可能是个很关键 所以我特别主张的 就是以产业 以创新 以互联网的方式 是他们有这个能力的脱贫 他们是主动脱贫 如果你给他 他实际上是被动脱贫 这就是我们能看到 世界上 为什么有这么多地区 他很难解决脱贫 因为主动性 没有能力 没有创新 所以我认为 这是一个中国的创新 可持久的 或者是永久性脱贫 就是这产业 和互联网家 习近平今年3月7日 参加13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要稳定实现贫困人口 两不愁三保障 不愁吃 不愁穿 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有保障 那么接下来 陈飞英老师 我们要继续来请教您的就是 为什么把两不愁三保障 列为我国脱贫攻坚的标准 而相对于两不愁 把三保障 列入脱贫标准 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首先我想这是真的非常好 首先两不愁 比方说不愁吃不愁穿 对农民或者穷人来说 过去就是愁吃愁穿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要把周围 做一个基本标准 也就是首先是吃的问题 把它们解决 还有一个呢 他们可以掺着梯面的衣服出来 甚至我们知道 过去他们可能一个家庭 就只有一件衣服 或者一套衣服 很难出来 但今天必须要解决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关键的 或者深层的最基本条件 吃与餐 我认为三个呢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保障 首先我认为教育 因为教育 这可以把人培养成一个 有创造脱贫能力的人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让教育本来就是一个公平问题 城里和农村 穷人和 我们说穷人和富人 他都有享受这个权利 那么我想教育是最关键 也就是培养他一个人的 创造能力 这是一个最关键 医疗 因为我们知道 最后到了反贫的情况下 往往是生病 而生病以后又没有医疗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解决不了他的永久性 因为他是一个残疾人了 变成 所以我认为医疗是很关键 最关键的住所 因为没有住所 我们叫Homeless 就无家可归贼 这些国际上是非常成为的 一个穷人就是无家可归贼 但是我认为这三个标准 当然我们把它作为基本标准 这就是一个现实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从其实的生存 然后生活以及就业等等方面 来解决他们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解决他们的两不愁 三保障 最终使他们真正变成一个 可以自己藏脑贼腹的 一个对社会有贡献 对自己有保障的 一个真正的人 我认为这是最关键 谢谢陈飞颖老师 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稳步前行 中国特色的扶贫方案 也为全球所瞩目 我们也稍时休息 回来我们继续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不断拓展 为世界扶贫工作 提供了怎样的启发 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踏实前行 我们又该如何努力夺取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两岸之行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 扶贫脱贫是世界各国 共同面对的问题 德国总理默克尔 此前在访华结束之际 赞扬了中国政府的扶贫贡献 默克尔表示 我必须说 中国正在做很多建设性工作 以便让民众 从较为贫穷的生活水平 进入中产阶层 事实上 中国不仅扶贫成就 世界瞩目 扶贫方案 也备受各国关注 那么接下来 陈峰英老师 我们看 中国特色的扶贫方案 为世界提供了 怎样的思路与借鉴呢 首先我想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首先也说了贡献 默克尔说的非常对 如果说我们40年来 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当然有很多 但是脱致的贡献 我们是七亿多人的减贫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它的阶级精灵 就是中国是世上而下 全民族的 全党的 都在做一件事 这可能对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 这关键顶层世纪 这个顶层世纪 我们能看到一个 比方说我们的国家主席 我们的总书记 可以花这么大的精力 从这么样的细 开始一直到顶层 这可能在世界上的 多一无二的 所以我认为领导 强有的领导很关键 最关键的制度世纪 我们的制度世纪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而这种制度世纪 在国际上也应该说是多畅的 这关键我认为 我们有一个警整扶贫 刚才讲到了 这种警整 可能在国际上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认为 所有世界对中国的解评 真的是一个刮目相看 如果说我们对人类的 和平发展的最大贡献 我认为是解评 大家知道 我们说的有一个千年计划 当时因为华尔街金融风暴 在2008年发生以后 我们认为解评目标 是全球解评目标 可能千年计划实现不了了 但是因为中国的7亿人的解评 是他的千年计划 在2010年就实现了 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最大贡献 而我们的经验可能是值得总结 也值得联合国对我们做出的高度评价 刚才默克尔说的非常的 建设性 我认为是一巨大的突破性的贡献 好的 听完了刚才陈老师的解读之后 我还想继续请教现场的公正 就是您认为 中国下一步脱贫工作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那么现在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 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那么最大发展的不充分 就是乡村发展的不充分 也就是说我们党的视角报告 19大报告也提出了 我们要摆脱贫困为前提 打好我们的脱贫攻坚战 那么提升我们贫困群众的这样一个获得感 那么我认为 中国下一步脱贫的这样一个关键词 就在于要强责任 要提质量 也要什么 也要我们的稳政策 也要改作风 尤其是我觉得在强责任和改作风 两个方面要进行这样一个重点夺力 那么强责任呢 今天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政治的这样一个站位 有这样一个政治的高度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脱贫攻坚呢 要立足于我们两个百年奋斗目标 立足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这样一个宏伟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那么来看待我们这样一个脱贫减的任务 来实现我们贫困地区人民群众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就是我们今天还要改作风 尤其是要压实我们领导干部的这样一个脱贫攻坚的责任 同时也要历届我们在脱贫攻坚中的这样一个形式主义 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切实防止发生在我们贫困群众身边上的 这样一个不正当 不正之风和这样一个腐败的问题 好的 感谢公正现场的解读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北京线上陈峰莹老师的分析 放眼世界啊 中国是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说 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 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友谊借鉴 随着这一场长跑到了很硬骨头 攻坚拔债冲刺阶段 中国全社会需要拿出更大的决心 更明确的思路 更精准的举措 超常规的力度 摘帽不是终点 攻坚仍在路上 正如习近平所说 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打好的硬仗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 当脱贫攻坚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 中国人不仅以此礼赞过往发展成就 更面向未来宣示冲刺决心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两岸之行 明晚十点 咱们不见不散 从你的航程庄临 千里万里阳光在心里 我的梦想照耀前方 你的信仰点燃涌极 我们一起分尽建立 让我们一起播种 期望更云不定 我们自信 我们前行 看中华儿女走向心动天地 我们一起分尽建立